这是我们传送机的一个整体的使用算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上面这里 这个洞是这么装的 它这里有一个螺丝固定 还有另外一边也有一个螺丝固定 它这个是物料的感应器 接在这里可以调节它的高度以及位置 感应器的这条线是从上面穿下来 接在这里的 这是另一个侧面的照片 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机器拆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斗 这里有两个螺丝的 这两个螺丝 是左边的固定 右边的固定呢 也是这两个螺丝 那这个是防护罩 防护罩安装的位置 里面有一条皮带 这是用于防护作用的 在整体要拆起来要装的时候呢 首先 要先将这两根先固定回去 看一下它的位置 这根还有这根 都是在外侧 螺丝 那这个起来是支撑哪里的呢 就是支撑我们这个 感动带的鞋边位置 这有一个垫子的 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 有一个垫子 那当拆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装 分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装这里 这里面有一个螺丝 那另外一边也有一个 这是两箱固定的 这样 将 这个支架扣进去之后 然后 扣进去之后 然后另一锁先 然后就叫一个人 两个人要 要帮忙把这个先抬起来之后 就是把整个 转重带 叫人支撑起来 然后就开始 固定这两个螺丝的位置 那这样固定好之后呢 底下 也固定好 就可以锁紧了 锁紧了这样 就支撑住了 那这个是防护罩 防护罩这个也能拆的 所以螺丝只要一松开 总共 上下边缘的这几个 两边都有 只要松开了的话 这个防护罩整个是可以 脱下来的 平时也可以用于清理或者检查 可以拆下来看一下 大家说到 这个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震动 震动盘的 新到的机器震动盘 底部会有 所加固螺丝 然后到时候从 从这个底部 底部把这加固螺丝拆掉 那是在中间的位置 这里 前后两个给它拆掉 我们都会晒红漆 倒是注意检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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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